1月13日香港發生一起墜樓事件 附近民眾拍下經過 由於疑點頗多 不少民眾質疑死者並非自殺 而警方在案發後幾小時 將案件暫列為自殺案處理 外界批評港警處理太過草率 香港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認為 警察在案發後幾個小時 就在臉書發貼文表示 案件沒有可疑 令人覺得兒戲 去到那些救護人員是見不到有血 沒理由這麼高掉下來沒有血 如果是生歐歐 是爬槍出去跳樓的 那怎麼沒有血 那些人說又沒有老張又沒有血 譬如這些事有人提出了疑問 那警察在Facebook沒有處理 他認為警察應該公開 已經取得的所有證據 解釋所有疑點才能取信於港人 香港時事評論員潘東凱認為 死者墜樓的動作太不自然 明顯不是自殺 當他的身體跌落那裏 然後再反彈跌落街 這一下是完全好像一個暴公仔 即是說這個人在他踢下去那個石膊的時候 他手腳都不會活動 還有個人沒有知覺 即是說如果一個人沒有知覺 都在窗裡可以走出來 即是被人推出來 那如果不是謀殺是甚麼呢 他認為警察在這起案件表現失職 如果發生一些這樣的謀殺案 正常的紀律部隊維持治安的警隊 他們的偵測人員 是不是應該做些實事 真是要找些證據 以其是在那個社交媒體跟人吵架 所以這件事真的 我覺得他是失職的 新唐人記者黃曉翔 梁珍 陳鴻明 香港報導